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吉林市的陈颖陈大姐 陈大姐的丈夫去世十二三年了 丈夫走之后 治病欠下的十多万块钱的饥荒 也就压在了她的身上 这些年大姐一直都很想再找个伴 但是她总觉得自己也不能带着饥荒嫁人 不能成为别人的包袱 于是她就拼命打工挣钱 用了十年的时间终于把饥荒还完了 大姐说这些年太不容易了 现在终于可以喘口气了 恰巧就不久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她看到了自己喜欢的人 那她和自己的这位意中人能不能有缘呢 咱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陈大姐退休之后为了消磨时间 在吉林市一家面馆打工 和红娘见面的时候 大姐正在上班 就约着红娘在她工作的面馆见了面 大姐现在在面馆后除刷碗 虽然是打工消磨时间 但是她工作非常认真 干啥像啥 现在的老板对大姐的评价也很高 大姐可是站得咋样呢 非常好 人勤快 太干净 刚来几天你看比如煮啥面呢 跟她说一会要帮忙的东西 因为煮面是有点技术的 做话已经 因为有的时候去啊 帮她找到客人都可以 说个话了啊 就都可以 人性交吧 对对对对 在这方面也非常大意义 陈大姐现在早上八点上班 晚上八点下班 来这个小店已经工作半年多了 你这今天上班能带啥吗 行 没事没事 我请假了 我们老板给假支持我 我跟她说的 那支持我 家里这远吗 不远 就在车站到这儿 再往前走 你这么远就到我家了 那走啊 那回家吧 好啊 在和大姐回家的路上 陈大姐说啊 她这些年都在外面打零工赚钱 她家附近的小饭店 她基本都干过 这块我也干过活啊 天天早上三点钟起来上班呢 啥事啊 老辛苦啊 这是去年的事呗 这附近店你都干过呀 就是干那个 这不中点工吗 干一大早 打工干了多少年了 200年了吧 200年了 大姐说她之所以打工二十多年 是因为她和她的丈夫 双双下岗之后 她的丈夫因为喝酒 在2000年得了脑梗 失去了工作能力 她得赚钱养活这个家 四来四吧 那就天天喝 那一天就得 差不多一天就得一瓶酒 那就是饭不吃 酒必须得喝 喝一脑梗 得得清 得得清 她在家反而也能自理 那就是我就得出去打工了 我得挣钱呢 她也得用钱 还得用钱 丈夫看病要花钱 女儿上学也要花钱 那时候吉林市的工资低 为了多赚点钱 2001年 大姐去长春开始打工 从2001年干到2013年 回到吉林之后 又从2013年干到现在 这二十多年 差不多把她能干的活 都干了个遍 这活呀 我都干老了 给你卖过服装 也卖过 卖日杂 给你卖过陶瓷 卖碗啥的也干过 那个卖过鞋 太平洋鞋城 我都干过 后来在长春鱼馆也干过 在饭店 长春饭店 就白山宾馆 我都干过长春 卖过服装 卖过鞋 在饭店当过服务员 大姐说 那时候啥赚钱 她就干啥 在白山宾馆 当服务员的时候 一个月能赚三千多块钱 但也是最累的 那一天可累了 那周六周日结婚 那真老累了 主要她能掺剧尘 把你再装东西 有时候你还不能说端一个 你一个人管五六桌 一桌几个菜 一桌得得十多个 二十来个菜 完了还得撤桌 就那宫是最累的 二十多个菜 五六桌 那你一天得搬 二十多套菜 那可不是啥的 那个时候 哥哥算不错 不觉得 不觉得 那一天天挣钱 不觉得 自己省吃俭用 就是为了把这钱 尽快还上 那你是不是这些年 就挣点钱 就攒一点 挣点钱 那可不是啥的 你说我这些年 我自己都是给我自己 省下来的 我跟你说 我现在我不敢这么说 我都十多年没买衣服 我这都是过去买的衣服 我看你刚才穿的衣服 挺好的 多少年了那都 那都二十年的 我那雕 你现在哪有卖这个的 那可不 卖水果都卖啥样的水果 有时候上找事买点 买就苹果 主要是苹果 香蕉 夏天买的就会稀果 也不是说很多 都敢一散事的时候 去买一天 越便宜越好 这十多年 陈大姐一个人 在外面打工 夜深人静 疲惫寂寞的时候 她也想过 再给自己找个伴 但是她说 这个钱不还完 她不能再找 不能给别人添麻烦 去年 去年就基本 还差不多了 这些年就一直在外打工 一个是还点机会 欠点外债 孩子爸爸有病 所以说自己还一身在 也不能说 让人别人给负担 我的心也不是那个性格 所以说这些年 就自己一直在外打工 也没想着考虑这些事 现在再还清了 所以说现在想找个对象 找个老伴 享受晚年生活 俩人出去捋捋游啥的 故乡有个照应 所以那天在电视上 就看着这个 吴成万 看这个大哥 我一看他说严急的 我一个是对严急 挺有感情 一个从小 我得严急讲大的 干净力说人性格好 原来呀 陈大姐通过我们的节目 相中了家住严急的 吴成万 吴大哥 吴大哥 今年61岁 严急市卷阴厂退休 退休金6800元 大哥是朝鲜族人 喜欢锻炼身体 局局哑铃 打打乒乓球 现在想找一个温柔的老伴 陪他一起去南方过冬 一冬天的话到南方前 在那过冬多好啊 可吴大哥说了陈大姐的情况之后 吴大哥特意从严急赶过来见陈大姐 大姐知道吴大哥今天坐火车 从严急赶过来见他 他决定给吴大哥准备一桌饭菜 迎接吴大哥 买点啥呀姐 买点肉呢 给大哥包点饺子 我咋行给大哥包饺子呢 冬天东北人喜欢吃蒜天馅饺子 嗯 嗯 哈哈 寓意吧 和和美美吧 看看一下能不能在哪里 他买这么多肉呢 多个点肉啊 多点肉好吃 行 细化整几个菜啊 饺子 饺子炖个鱼 反正四个咱也得整四个菜呗 是不 知道吴大哥快到吉林了 大姐有点着急了 就怕大哥进屋吃不上饭 让红娘帮忙和他一起准备饭菜 黄瓜洗了 我给一个盘 我一个在顶 我一会儿再切 着急了 怕大哥来吃不上 对呗 你呢 明日我帮你讲 过年过季也必须有鱼嘛 咱这就是鱼丁就是 提前过年吧 提前过年了 他大哥提前过年了 那怎么是啥的 包饺子 再做条鱼 可不就像年夜饭一样了吗 不知道这么精心准备的大姐 到底相处吴大哥 哪一点了呢 人性的好 完他还不抽烟不喝酒 年龄满意算 它是62好像是吧 对 这三个村没有带狗 对 你今天见大哥对事有没有啥期待呀 我也像那个自信哥似的 自信的 自信的 我是信息满满 你就这么说的话 任何一个男人找我都是 降服啊 我对人就是封建型的 别人送我 我好像急着无聊 不咋是呢 饭菜准备的差不多了 大姐又给红娘安排任务了 让红娘赶紧去车站接吴大哥 快点去吧 别让大哥动着 赶紧的啥子 辛苦你们了 好好的 哎呦 对啊 天心感受迷糊 是频率 却体会你所有的真实 哎呦吴大哥 你好勇艳呢 这今天穿挺惊人的过来的呀 就是为了乡亲特意 决心打扮一下 是不是啊 你算是吧 坐多少时间车会延期过来呢 我都两个车 吴大哥说呀 第一次来也没准备什么 为了感谢大姐对她的欣赏 就想给大姐买一些水果 作为见面礼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来 来大哥来 你好 来接我 接我来了 哎 好了 谢谢 谢谢啊 来来接我来 哎呀 我这包饺子 你看这 来接我 大哥那啥 啊 朝着未来 这给你买水果 买啥水果 谢谢 谢谢了啊 温馨 真的温馨 从来没有人说 异性 给我买这么多礼 真的是 除非我女儿 别人没有了 这就是危机 肯定是个暖男 这是吴城外 吴大哥 你好 你好 比您的啥 电视上还帅 嗯 哪一般吧 哪一般吧 看你一般 嗯 我看你 不像 外吗 看出来 陈大姐还是很相中 吴大哥的 觉得大哥比电视上还帅 但是吴大哥对大姐的第一印象 不是特别满意 看到大姐一个人忙忙活活的张罗着饭菜 他也想帮帮陈大姐的忙 你干皮行吗 不干皮吗 嗯 你不会 我来 通过之前节目的了解啊 我们知道吴大哥是一个特别爱干净的人 一进到大姐家的洗手间 发现有一股下水道的味道 大哥有点介意了 原来陈大姐家是老房子 当时没有装下水道的反水弯 加上大姐是个节俭的人 就把洗手间洗手的水拿盆接着冲厕所 二次利用 你看那个啥 那个大姐把这个下水 接到外面就会为了那啥吧 二次利用 二次利用 冲厕所是省点吗 听红娘讲完大姐的故事 但是大哥说啊 这个女人挺不容易呀 不还完钱都不找对象 是个要强的女人 她不仅理解了大姐家 尾声间反味的这个小问题 对陈大姐更是高看了一眼 觉得这样的女人真是难找 比多漂亮多富有都重要 包行吗 包可以 包那你包不来我赶面 愿意吃饺子不 愿意吃 面食都行啊 面食 以前我当比那个吃 愿意吃面食 面食我都会做包饺子 馄饨烙饼馅馅啥都会做 我也就愿意吃面食 会做的有更好吗 我看大哥这饺子包的 挺好的 这是大哥包的 这是大哥包的 这是大姐包的 虽然就是跟大姐这个比 稍微差一点 但是也是对过的 我这是正规饭店的包法的 教教大哥 这样是整完了以后吧 这样一压 从头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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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